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月29日 明天是30日 就是1月的期子結算了 近10天的資金流和成交金額 就是這樣 基本上去之後 就浪在1200億左右附近 就和最高的一點 就是一點而已 真的要浪在上面這裏 即是說上個星期 基本上港股的成交是多了的 好的 再跟著說北水 北水現在1月26日是多一點 其他沒有什麼樣子 北水是流出流入的 這個情況 最主要要留意的就是 石油股中移動是有資金流入 所以很多的汽車股和中心國際 都比較流出了的 這個就是過去20天 北水資金流入和行政指數的對比 這裏都是日出日入的 北水 所以那個意義不太大 不過我們都要監察著 以後呢 我們只會出這個圖 原因 我們要看看它20天平均 流入的資金量是怎麼樣 雖然 這裡的日出日入 即是它的累積來 我們看看這裡 它微微上升著 所以這個是需要 我們要日後要留意一下 行業方面呢 今天動得最多是保險 排 number one 那為什麼保險會多呢 因為降準 那資金是這個 是搬預了的 那在這一點裏面 上日保險還排32位 今天呢 就排第一位了 那麼中標珠寶 這就是盛一夜啦 你排第幾位都沒有意義的 那電算服務呢 就由30位排上第四位 那這個交通設施呢 我之前都講過了 這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這麽上一位置 那交通設施這件事代表什麼呢 代表了呢 那個的是交通運輸是多了 即是說 那經濟活躍度是多了的 李克強有個電力指數 即是我們也需要有一件事 當經濟活躍度是多了的話 交通是一定會多了活動的 那特別最近還加上過年啦 那所以一定會多了 保險方面 除了細矮的保險股 有升幅之外 我們看到中國人壽 中國平安 這些大隻一點的 雖然以前很大隻 現在已經很溫挑鬼命了 都是有升到 而且升幅都是起2%以上 這個多於大雪升幅的 再跟著珠寶 那這些沒什麼啦 是 給3個先的 升了0.005元 那升了20% 你買多少好呢 算了 是吧 過年了 所有六福珠寶 周大福 東方 六福集團 周生生 都有所上升 那麼 綜合企業 就是這些啦 這些很小的 升多都沒用了 那麼我們再跟著看看 是電訊服務 電訊服務呢 就是這些大牛龜的都升的 大牛龜都升的 然後再跟著就是交通設施 即時包括了有機場啦 有公路股啦 這個已經是連續 是有上個禮拜 都是基本上公路股都升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可以 我們首先看看 這個就是 大部分的東西先 除了騰訊有跌之外 其他都有一大牛龜 都有一些上升 這樣就幾好啦 比亞迪慘一點啦 日明生命又慘一點啦 美團更加慘的 美團一直沽貨不斷 其實不應該這麼拿的 其實這方面 基本上在162 那裡是打橫行整固 上面的是 這個是 左力是165先 下面的支持 是156 那麼 在162區整固 不過有機會 向上挑戰165的 這個可能要等到2月份啦 或者要等到過年之後 好了 今天要什麼要留意呢 留意一下匯豐啦 為什麼要留意匯豐呢 然後 2 1 2 2